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意大利尼門旅遊景點伊斯卡亞島 在昨晚發生尼克特製4級地震 至今造成兩人喪生 至少25人受傷 地震發生後 島上的居民需要到街上站備 有2600人無家可歸 北部城鎮卡薩米喬拉 也約6棟建築物同一座教堂倒塔 救援人而在阿力中 救出一個7個月大的嬰兒 島上唯一的醫院受到影響 事後已疏伸人員 部分傷者需要在醫院內接受治療